我都很穩定 但我仍然覺得Cyna是最喜歡的 在這場比賽 Tai Tuying 當然是 是一個年輕人 她的經驗 可能會很值得 她不會有害怕 沒有人想她得到這麼遠 她是一個獲勝者 我印象最深刻的比賽是 在我16歲的時候 就是第一次去參加 超級系列賽的比賽 然後那時候 我從會外賽 然後就一路打到 就是決賽當天 然後決賽那天剛好是 我的生日 然後在我進場的時候 就很多觀眾都在幫我唱我的 生日快樂歌 但是我最後 就只有拿到亞軍 然後就從那時候 開始就是我排名 上升的時候 然後 所以大家都叫我 就是天才少女 但是我自己就其實 不這麼認為 因為天才就是 背後還是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跟辛苦 就才會有現在的成果 其實她在比賽當中 我覺得她一個好處 就是她不會缺場 就是比如你可能 有些選手 第一輪可能大家心態差不多 可是在決賽的時候 可能心態上 想要拿到這個頭銜的時候 變成她表現的水平就會下降 那小在是沒有這個問題 對 對我們時候的神經比較大 我在打球的過程中 其實也有想過要放棄 就是六年級要畢業了 那時候就念體育班了 就覺得想說 都已經練這麼久了 沒有很多 就是可以跟同學出去玩 或者是家裡面出去玩的 那種開心的時光的感覺 然後所以就覺得也不太想打 然後回家之後 就其實也跟爸爸說 那時候她說不打球的時候 我真的很著急 因為她是完全沒有念書 她都是打球而已 那聽到她說不打球 我就開始緊張了 想說不打球 那以後要幹嘛 也沒有書可以念了 那以後要做什麼 然後我大概這樣子過了 一兩個月吧 也不曉得要幹嘛 因為其實就打球佔據我 滿多就是平常的時間 然後就其實玩久了也是會膩的 對 所以還是覺得應該要回來打球了 說要練球的時候 我就開始很高興了 我就跟她講說 欸 這一次是你自己說要練球的喔 從此以後她就沒有再說她不打球 她就這樣一直日亡日球 這條路就一直 勇往直前的拼上去了 我到現在 就是都很拼命的去打每一顆球 然後每一場比賽 各個運動就是只要能到 就是奧運這個最高的殿堂 就表示你一定是有一定的實力 一定的水準 你才有辦法去參加這個比賽 當然就是你在比賽的時候 有很強的對手 然後可能也有不是那麼強的對手 但是就是在這之中 你要怎麼樣脫穎而出 我覺得就是可能就是需要 你在四年的中間 要怎麼樣的去訓練 然後你自己要怎麼樣去設定目標 我覺得這都是滿重要的 給所有追逐夢想的朋友 自己選擇的路 要自己堅持下去 勇往直前不要放棄